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以观光为主的花莲 各行各业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交通部长林佳龙26号中午 在花莲县政府的简报室 和花莲县观光产业界进行了座谈 林佳龙表示 不管是目前的纾困 或是未来疫情减缓的振兴工作 政府会用最大的力道 来协助业者度过这波难关 已经变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 让以观光为主的花莲县 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而交通部长林佳龙 也趁着来花莲的视察紧迫时间当中 26号中午在县府简报室 与花莲观光产业界进行座谈 而花莲各观光行业业者代表 纷纷趁着这个机会 向部长林佳龙大吐苦水 希望政府所提出的相关纾困措施 能够尽早执行 更要化繁围检 让他们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当前我们如何提高金融机构 办理企业的融资的意愿 现在的金融机构 对政策的不了解 而且窗口不明确 这个部分是一个对我们 地方的微型企业 还有地方的产业 这个摸不到熟悉 现在很多的饭店 很多的实习生跟建教生 那他们在退场机制 因为他们签约的 那必须要有一个退场机制 因为现在因为没有客人 那退场机制 我们还要用之前会给他 那这个 因为这个奇怪是没有纳入这个地方嘛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些考量 因为每个饭店他们很多的实习生跟建教生 那这个退场机制 希望能够有一个能够给他纳入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必须要给他治免费 那我们是建议说 散客的辅助是否可以在五月就先行的启动 因为目前来讲 整个光产业基本上住房率有上开一层 算已经算到底 基本上可能现在每个每家饭店 履宿业者的营收基本上连收入连员工薪资都挤付他不出来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散客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先行启动 而且力道希望大于之前所有的补助案 希望局里能够尽量把配套方案 早一点给我们 赶快布达下去 因为毕竟 救急不救窮 现在大家眼睁睁的看 那个时间一直过去 然后支出一直在 在支出自己 但是期盼的收入并没有进来 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局里面 尽量的就是重塑 重优重宽的来处理 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 不管是目前的纾困 或者未来疫情减缓的振兴 政府会用最大的力道来协助业者 总统也非常关心 甚至今天早上 本来也要邀请我去开会 后来因为我来交通委员 他改到我下 我的会被人吓不开 要更全面的扩大这次纾困 不止第一期的 特别预下600亿 后来加了行政院 以往几期的400亿 还要继续再加码 县长许正卫 立委不昆奇表示 座谈会上 业者所提出的问题 都有些是跨部会的问题 希望交通部 能够进行沟通协调 让业者减少经营损失 也让生计可以维持 记者刘明胜 华联市采谋报道 晚安 晚安